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睇期权报告 又是我Marco 和大家分享这个星期的期权策略 继续买广告 我今个星期在九龙总部 即左洞分行那边 和加拿所教育的那场广告 最近都开始想了一会儿 关于什么 重点我基本上都会集中在策略上 如何执行策略和不同的策略 重点来说应该什么时间会去运用 指数其权和国企指数其权都会说到 也会提及到指数其权和国企指数其权 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去解释会比较好 用有限的时间还可能说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报名 先说回大事 星期一和大家提及到那时候 市况基本上就是留意着 上面23205的高位 低位22773 市成功突破那边 倾向市场走到那边 还有理论上其实现在这一刻来说 仓位上面就很紧张缩车 下面就很紧张缩车 就是9月份的期权来的 就一直在沦收期权金 因为市场未正式突破这两边的情况 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牛皮的状况 围绕着这些波幅上移动 没什么特别 值得留意的就是 今天的市况来说 市场最低来说 到22685 是比之前的低位22733 但是之前提及过的 我要做到的动作 是要收市价跌穿22733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 跌穿了之前的低位22733 但是收市价都是去回22733 上面的 未成功收市价跌穿 所以来说 未当是一个叫做正式的突破 未来比较关键的低位 就会移动到2685 这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 之前我一直提及到 其实市场去到这些位置 一直我都在等一个 比较关键的机会 去开创 其实一个说完就是等 因为本身 你真的不动 除了你收期权金 反正 否则来说 你真的没有什么好做 老实说 那自己一直在想 那究竟 什么时候 会开始准备出现一个 叫做突破的时间 和出现一个爆炸力 出现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这几天 其实我都开始有 去想这个问题 那现在 首先要开始留意一件事 就是 一来 下个星期二、三十日 就是期之计算日 第一个市场 经过这一段爆炸 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来说 有可能 直着在下个星期二 期之计算日之前 这两三日之内 这几天之内 会开始出现一个回吐的方向 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再加上 现在来说 虽然今天是跌穿了 之前我提及的低位2733 收回就上去上面 但值得留意的是 如果从事以收市价来计算 今天是收市价 穿了我一路强调的 紫色这条 EMA7这条平均线 那有什么值得留意呢 如果收市价穿了 这条紫色 这个EMA7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经常说 收穿再跌穿 这件事 我经常说 那换句话说 未来来说 以2685这个位置 就是今天这个低位 如果再跌穿的话 不需要等到什么收市价穿 只要一跌穿 以2685这个低位 配合下个星期二 是期之计算日的关系 计算日之前来说 有可能出现一个回讨的情况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叫做调整的动作出现 所以来说 策略来说 我略为修改了 那个策略来说 很简单 一穿了2685 再穿了15分钟低位 我就立刻做一张 浪普是说 今个月八月份的期权 22,400元之期权 浪普较了200点左右 差不多了 因为只剩下几天 走到期 那就不需要选择得太远了 但anyway 你计算日之前做这件事 首先 我常常都强调 你做职与期权 时间即选效快 那你是要抱住一个 有机会输了钱的心态 走去拼的 换句话说 输有限数 但问题来说 你就算赢 我当你赢够一倍 两倍好吗 你都不会赢得多钱 因为你本身的资金不多 比较值得 特别我会关注的策略 是哪一个呢 就是 修改之后这个策略 三这个策略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呢 整个市场上的那些人士 都是关注着 今个星期五 晚上 美国联储局主席耶鲁 就发表的说话 那 从而去推测 那究竟未来 美国的加息动向是怎样 而这一个动作来说 有可能就成为 未来这个市 爆上或者爆下的一个催化制 我自己都是那一句的了 我一直倾向市 都是应该要调整完 才继续爆上的 我觉得市是一直都还是有 即是长线来说 是继续上升的 但是我说来说 都是那样东西的了 是活先调整再向上 但是这句说话 我都自己串下我自己 两万二千点左右 开始说 不经不觉呢 挨打状态的情况下来说 就被人夹到上来 那中间来说呢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慢慢去就着就着 去对冲的好 什么都好 一直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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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来说呢 我都不会因为市声 我突然间又转了 说要看短时间里面 来说看升 这样的 那我都是维持着市 我都是觉得直播车来说 觉得是看跌的 直播车是比看上的 那问题就是在于 你利用期权的策略来说 如果你做Long 因為你是會消耗時間值的 所以掌握一個叫做突破的時間點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剛才說的短線來講 一穿了之前的低位 今天的低位是265 再穿15分鐘底 立刻躲在眼前 做職月朗普22,400的行之其權 但是另外一個 但是這個我剛才說的 不會贏得多 另外一個比較值得留意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 星期五 耶魯 耶馬克講話 而他的說話 成為一個關鍵的重點 我自己覺得 有可能 他會令 講一些口記的事情 令到市場的取態 覺得美國聯儲局 多了一些機會加息 因為現在的取態 整個市場上來講 就會覺得 今年美國的加息機會率 相對來說比較低 就算加 接下來九月加的 都是微乎其微 所以取態來說 大家都是求美國聯儲局 短時間裏面 不會加息的取態 但是始終看回 美國的經濟數據 是不錯 美國經濟數據不錯的事來講 自然地 其實你說美國的那些居民 各樣那樣東西 就會有人工加的壓力 消費加通脹 各樣那樣的壓力 而你看回美國的股市也高 在這種情況來講 如果美國 他不去做加息 就不知道要等到幾時 所以都因為 近來美國股市 去到一個相對性 比較高的位置 再加上 經濟數據又英俊 所以也都不排除 在這個時間來講 聯儲局主席 就會放少少口風 就說 有少少口記的事情 不過 總之 令到市場人士覺得 他有可能會 又不是說不加息 又有可能會加息 類似這樣 所以 在星期五 之後來講 其實有可能 有一個催化劑 令到市場出現一個 這麼明顯的回調 但是 我亦都不會膽敢 去買一個單邊看跌的動作 因為我 頭到尾 我純粹是猜的 問題來講 我有可能會看錯的 但anyway 我看錯也好 我自己覺得 禮拜五 夜老的說話 是會令到 近來這個環境的局面 會出現一個轉變 出現一個方向 所以 我買保險 我會上面 買一張 但重點 是做兩張 撥的比例 常常說的 兩撥一撥的比例 比例上 資金分配的話 拿三分二的錢 做撥那邊 拿三分一的錢 選擇做倉案的策略 不需要等到 星期五之後才做 因為市場爆發之後才做 可能已經錯失了 爆發那一層 所以我會傾向來講 在星期五 建議大家 如果 在星期五的時候 我價格也什麼 即可 行得真是 還陪伴在 2685至 第三二零五 那陣子 這範圍很遠 이지 而VER2685 即自己在 2685和 18號高� R 콘 tunnel 如果它爆了,我就不會開倉了,因為你提早爆了,我就不需要做這個策略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覺得它快爆了,而去到禮拜五的觸發點是在禮拜五晚上的黑暗時 到禮拜五還沒爆,那我才去開倉,你記住這件事 做倉的話來說,Long Call 9月份價格我六八點恆之期權 不是選職業,因為那時候都差不多期限子計算了,而我覺得它爆的機會是大的 分別在於可能是未必立即爆,可能要咬幾天,會略為是少許時間值,但持續一定會爆 所以我做的話,就做遠一點,就做9月份的期權 Long Call 9月份恆之價格六八點,還有再做兩張Long Put 9月份價格六八點恆之期權 比例是2 Put 1 Quart,3分26 Put,3分1 Quart,記住這個比例 還有,因為我始終我自己主觀來說,我看市跌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不過問題就是說,未正式確認突破的時候,我不敢隨便做一個體跌的動作 但是開了這張Long Put 1張Long Call的情況來說,等市爆 市一路未爆的話,一路在等著,當我正式確認不爆了,看了,要麼爆上,要麼爆落 那如果爆上的話,始終我覺得,向上那個,追高追的空間相對上來講 這張Long Call 比較小,我這張Long Call 純粹是買保險的,老實說 但是你要我單純去追Long Call 去看升的話,我又不夠膽 所以如果是爆上的話,我不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純粹在Long Call 買了保險,就算是輸錢,輸也有限數 但是問題就是說,如果它爆下的話,我自己來說,兩張Long Put 1張Long Call Long Put 那邊一定是贏錢的,而贏錢的幅度是絕對夠覆蓋Long Call 輸錢的空間,還有再有贏得多一點錢的,理論上來說 在那時候確認突破的時候,因為我贏錢,在心態上來說是比較好一點 當時我會準備還是不支金再追張Long Put 的突破 當Long Put 時,這 這個是最後一期的事情,但是我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我準備會這樣做 如果大家有一定在心底準備 我就打算這樣做倉 寫的時候帶我對加六百點,吧 因為這個問題來講,視乎Exacti的點位在星期五的時候,在不同的位置,我選擇行駛價都會有一點點分別 但我不可以知道星期五的時候,Exacti在哪個位置 所以我就很約了跟大家講,加了六百點就算了 但是有一個重點記住,也是那句,那個範圍要在未突破之前,而它又在星期五,那就抵波了 至於向下的位置,其實一直以來都跟大家講,其中有兩組線,我經常都跟大家講 第一,純粹是講短線的一條趨勢來講,就是指式EMA7這條線 過時其實未成功收穿這條線,如果向下突破,未成功收穿再跌穿的話,一路都不當是突破 其實過往那個成功率都不錯,這個是短線的二同平安線 中線少少來講,就是這一組多重的二同平安線 如果市一路在這條多重二同平安線以上,其實一路的市是看好的 在中長期的趨勢來講,直到完全收市的,穿了這條多重二同平安線 再跌穿低位,再自當去穿 就算之前脫歐當時,六月二十四或十五,它曾經收市 這條多重二同平安線,但是沒有進一步跌穿這個低位,我都不當去轉勢 基本上,如果左右衛造吹比較簡單化一點的造吹來講 其實只是拿著這兩組線來講,都對自己來講幫助很大 但是現在來說,你就很清晰看到這個情況來講 今天收市價穿了EMA7,未跌穿,今天有低位,我再勤調 穿了才有短線調整壓力 的話,也好,中期的趨勢未改變 因為那條多重二同平安線都仍在這些位置 大約在兩萬二千點至兩萬二千二百點這些範圍來說 換句話說,是什麼意思呢? 換句話說,假設你採取我星期一說,你什麼都不想做 送水,是想買貨的 這樣呢?你很簡單,撐住市場 起碼要放到兩萬二千點至兩萬二千二百點這些位置 才叫做比較直撥一點的位置作為一個吸納買貨的動作 是不是代表它不跌穿兩萬二千點呢? 不是,我強調這件事,因為它有可能是穿過兩萬二千點 即是在這多重二同平安線以下,轉頭第二天又回上去 這個就不當是一個突破的 這件事要留意 所以理論上,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的要等位買貨 起碼要去到兩萬二千點至兩萬二千二百點才開始等位直撥 否則來說,只是會採取一個比較短的策略去做倉 暫時是這樣,倉位上寫得很清楚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幾個策略去做,大家留意著 今天就說到這麽多,星期五再見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